最近有个新闻 我特别把它提出来讨论一下 退降罗文山涉收政治献金 金主金报是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罗文山的经历很不错 我印象要对深刻是 李前总统在担任总统 最后一次的在总统母前面的阅兵 罗文山他就是阅兵指挥官 他那时候他是军团司令 很潇洒的一个军人 拿着指挥刀这边挥 立正喊口号 跟李前总统致敬 这么样一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黄埔男人 搞什么鬼 讨厌 选错人恐怕会盲国 盲国 这个字 游子强老师副校长 他说盲国比王国更可怕多了 这个话一说出来 但就立刻引起很多论战 中华民国他说不会王国 他说市令大学副校长 游子强表示 其实无论谁当选 中华民国都不会王国 被渗透会不会王国 想想看 但选错人了 却可能盲国 看不到未来怎么样 盲国感要比王国感可怕多了 立刻在网路上 引起非常激烈的讨论 他说中华民国宪法的基本精神 就是追求统一 绿营执政者嘴上说支持中华民国 却想用定义模糊的法律 抹红符合宪法的两岸互动 亡国者 盲国者试图遮盖民众眼睛 对宪法视而不见 我觉得可以讨论了 但是对当下的很多台湾人民的 自由民主法治所呈现的集体意志 你有没有多进一步的观察 你守着文字的追求统一 但有没有想到在文字之外 人民渴望自由民主法治的独立这个价值 要用写的吗 其实不用写 你只要认真做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很勇敢的在这个土地上生活 你就知道那个不必写出来的文字 比写出来的更有价值 这不是搞台独 我再跟你讲一次 这不是搞台独 不要上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上久他就拍了 真的不要这样子 很离谱 我建议蔡总统 你可以拍一支广告影片 你就把这几个人找来 这都是我们这几年招募的 年轻的国军军官 有女孩子的飞行员 有陆战队的战士 你把他拍一个 他们对这块土地守护的决心 你对照那个 那几个大将军 在干什么勾当 起立向国歌致敬 听人家的主席在那边讲话 我不反对去跟中国做正常的交往 但是那个尺度 台湾人不能评论吗 实际的看法 然后又拿中国的钱 来为特定的人士做广告 然后还把其中的一笔钱 弄到了自己的账户 罗文杉 这很奇怪 就是说 他拿钱的组织叫做什么 黄埔什么 就是应该是以 效忠中华民国 捍卫中华民国为主体的 这样的一个团体 然后结果去拿了中国的钱 然后回来 我觉得那个红色震透 其实这些年在台湾 大家都隐隐的有感觉 那最近的一些事件 包括了什么向心在台湾 然后包括了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真 他的说法 不知道是真是伪的 那个间谍王立强 因为不知道他是真是假 可是后来又多出来这个向心 可见向心这个人 是确实存在的 就是说那个红色震透的图形 慢慢的越来越清晰 那所以红色震透这件事情 在台湾我觉得 当它图像越来越清晰的时候 任何人都不可以轻忽 那这样子的方式 渗透的方式 一定势必会越来越绵密 然后可能会越来越隐秘 隐蔽 所以这些当然都是台湾 必须要提防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讲芒果干的原因 那所以当芒果干变成了一个政治选战操作 你们都在贩卖芒果干 然后另外一边就说 不会不会王国 只会芒果等等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都去脉络化了 就是你都跳脱了台湾人民真实的感受 然后去做有利于自己的政治操作 我觉得那样比较不道德 还是应该回归到整个社会上面 大家普遍的实际的感受 我们的皮肤感受到的温度 我觉得那个才会比较准确 那至于刚刚讲的一大堆的 从民调开始 然后策略等等 我有几个想法 就是说韩国瑜的 他的所谓的奇招 在我看来我觉得是瞎招 叫大家唯一支持蔡英文 这个奇怪的招数 有很多民调专家其实都出来讲 你真正能够影响的趴数 恐怕不是那么多 因为毕竟在一个大的水池里面 你要做抽样 你能不能真的抽到韩粉 而且韩粉会不会真的乖乖在家 等电话告诉访员说 我唯一支持蔡英文 要他们讲出这个 要说出口并不容易 所以你要实际上 透过这样子的策略操作 然后去影响那个民调 坦白讲并不会影响到太多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我曾经讲过说蔡英文现在民调是领先 但是没有人对于开票出来的结果有把握 所以当蔡英文自己在面对这么多的民调的时候 他看到哪一份是落后的比 就是差距比较小的 他的态度是 我要知道那份民调的详细的做法 以及他的交叉分析 然后有没有什么议题上面 问卷的设计 问卷的设计然后是针对哪一项议题他没有办法获得比较多的支持 他领先者是这样子在看待民调的 作为他选战策略上面的修正 或者是他政策执行方向的一些补枪 人家领先者都这么小心 你落后的韩国瑜 然后我们都不要管他 我们通通都假的都不要相信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因为你总是要对于你现在剩下为时不多的选战做一些策略上面的研理 就是你最后要充斥什么东西 你中间要做什么 就这些很多都会仰赖民调 那你现在没有一个可供参考可以仰赖的东西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这下面的三十几天你到底要打什么东西 这也难怪他昨天都没形成 这也很奇怪 就选战到了三十几天 你昨天可以一整天都没形成 那至于美丽岛电子报做出来说 亲民党为什么两次民调一次是10%一次15% 我觉得宋先生宋主席 在这段期间里面的存在感不足 这是要给他建议的 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出现频率比较不够 丢出来的东西不够抢眼 他仍然比较多的是专访 可是因为他上一次大选也是用专访 但是就会效用递减 如果你都用同一套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适时的丢出一些新的东西 因为毕竟亲民党会希望抢政党票 既然要抢政党票的话 母鸡的确会相对责任重 如果母鸡没有办法这么吸睛 我觉得那应该母鸡要检讨 除了专访应该要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作为一些强化的补助 不然我觉得对亲民党来说有一些困难 其实他很完整 有母鸡有小鸡 然后可是在民调的数字上面 却没有能够展现相对的能量 这是很可惜的事情 这个时期给亲民党跟宋主席了一个建议 最近台湾的杀石叶又卷取一阵黑风暴 有人觉得说他被黑了 我们看一下上个新的画面 我们用青年白月的这种光阳 我们用最震上的力量来照耀整个台湾 我管你怎么黑 我就是不怕你黑 但是我们再回头来看 今天所有整个台湾的现象跟乱象 让我们担心 我们很担心过去的这些价值不见了 我们很担心过去的这些价值到底能不能传承到我们下一代 我常常告诉我的孩子 孩子和我们 看着父母亲面临最近的这些的压力 我都告诉我的孩子 我相信人性都有他的良善面 我告诉孩子 不要对人性的光明面失望 一定要相信人性是善良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 才能够永续不断的走下去 所以我一直都在停掉 我希望我的孩子用正向的观念 来看所有的一切 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父女 安定社会力量的这支精神 我们这么辛苦的奋斗 几十年 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安定的国家 能够发展 我们不容别人来摧毁它 所以在这边 我们父女 我们所有的长辈 我们父女的好朋友 拥出我们最后 在最后最后的三十几天的时间 国民长 我们努力了这么多年 我们好不容易在今年 今年大家一鼓作气 在明年我们有可能有执行的机会 只要大家 不要气 我们用今天白日的这种光药 我们用最正常的力量 来造药整个台湾 我管你怎么黑 我就是不怕你黑 加油 这个 市长夫人是非常气愤 他说 不管你怎么黑 我就是不怕你黑 为什么他认为他被黑 是因为最近的这个 有关他爸爸 所从事的沙石叶 一些相关过去的一些 包括官说的疑云等等 甚至我都看那个三立新闻 我看还吓一跳 我看有一个人就蒙着 被用马赛克蒙着脸 然后声音讲说 过去有一个人去沙石叶的现场抗议 就在回家的路上被做掉了 这个听起来实在是点点 但他没有特定指涉 这让我们觉得说 沙石叶过去有很多争议的地方 因为这一次一些相关的 扣选人的一些 家庭关系网络又被提起 我们看一下这张手版之前有用过 在网络上流传很多 1993年10月5号 阿贵 就是这个李嘉芬夫人的爸爸 他知道阿贵 这是他在省议会咨询的时候 逐字稿 在那边打下阿贵 我的外省警察就像韩国瑜 我的省女婿 看我探两个月 做叉截探两个月 也知道说 本来要选立委 如果要选立委 就承蒙大家来支持 1997年5月12号 这阿贵 李日贵先生大呛水利举 吴曰熙 名字讲错 叫吴曰熙 这个人最近在网络上被奉为台湾的水土保护之神 他是一个云林县水利局的一个小小基层关系 现在退休了 在台中开一家面包店 好多人跑去那边打卡拍照 我也跟他要一张 我朋友说保证跟你拍一张 传回来给你 这阿贵哥就骂吴曰熙 他讲吴曰熙 约分的约 说要吊照 因为被威胁 我想要吊离那个限制 我说 我说 这个阿贵说 你跑得了吗 你跑得去吗 差一点点都不好听 我若遇不到你 我振不到你 我才不相信 这用台语讲才传神 我就是要把你振得到 你现在算在虚极化 你刚才好 我两个人 我做重人的 阿贵跟我们警察 国语 操你没到 操这个字就很有味道 用操的 这典型黑道的语言 你如果让我操到 那真的要 差一点点 骂他就乱来 他还是很离谱 我们看 大家把他这些的话 都做了很多手板 1998年建堤防 后面又盖一个新的堤防 我们有看过那种双层堤防 堤防不共用的加高就好了 有盖双层堤防 很奇怪 那当然这国昌老师 因为相关的这些说法 韩半也对他提告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的2012年 大家认为 那时候台湾媒体的良心 天下杂志 他做一个专题 连续报道了四起 叫做黑金政治人民的罪恨 这个标题 永远在善良人的台湾人心目中 形成一个永远需要捍卫的价值 我们不要黑金政治 好 相关的争议 这个时代力量的秘书长 这个吴佩云小姐 很年轻 他杠蔡壁如 这个民众党的部分区 第五名 蔡壁如蔡主任 他说 蔡壁如说 他说你国民党参选人 韩国瑜妻子李嘉芬家族 滥权盗采杀死牟利引发争议 不过台湾民众党立委参选人蔡壁如却认为 这就好像小时候偷栽瓜 后来改过自新 但好像永远都不能翻身一样 就是把人家贴标签 对此时代力量秘书长吴佩云回呆 皆必是实现公平正义 台湾民众期待的国家治理 应该不是 应该是公平正义 干净清廉 而不是蔡主任你所说的贴谁的标签 委员你怎么看 我刚才蔡壁如回这个话我吓一跳 他怎么会这样回 他所谓如果他认为是改过自新的话 那应该是说 比方说韩国瑜市长或者是李嘉芬 他是前议员 他所谓的改过自新 应该是这两个人后来加入 比方环保团体 或者是说他们在修法的过程里面 去修出 比较符合环保正义 或者比较符合永续发展 这样子的修法 你要讲说 这些人后来是改过自新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可是他没有 他继续在这边当官 而且他老公后来还选上了市长 那其实这个案子 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 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 为什么韩市长最近的民调会很伤 因为杀实业 或者是像之前的豪宅的这种超贷案 就是说那种贷款里面 奇怪你会发现说 不断的去跟他 找主管机关谈谈谈谈 谈到后来别人带不到他带得到 这个对于传统台湾人来说 不会很意外 传统台湾人都知道 那个哪一间他们在做双照 那个做双照 那个部分 跟我们现在年轻人看到很多政府标案 今年这家 后年那一家常常在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大概知道 那就是地方势力的结合 所以这个案子出来 当然我必须说 它是二十几年前的案子 即使现在黄国昌委员去盯 你大概回过头去捞 也会发现 他最后就在当时 透过不论是议员的关系 或者甚至 我不晓得有没有中央民代的关系 最后最后 他都会是合法里面处理 但看得出来 他二十年来不可能 现在还是非法 只是最大的议题 是他对于民众来说 是唤起台湾基层民众了解的 地方势力的把持 而这个地方势力到现在还在不在 还在啊 包含你看前一段时间 包含这个韩市长的夫人 他们在云林的房子 是 他 我们那时候认为 他那时候不是他有违建吗 可是他说卖就卖掉了 地方还是会帮忙他 或者是现在地方 包含云林他的农会 或者是他的包含 所有政治这边的把持 其实都还在 所以其实他对于民众来说 唤起了这个印象 再一次证明说 过去几十年来 有一些政治人物在地方 他可能当时是无党的 可能是有党的 可是这些他都是持续的 利用他的政治的身份 去获得 跟国家的关系良好 获得利益 那这个事情 我觉得 国民党现在会不太敢去 太谈这个沙石案 为什么 因为你把地方势力 再翻一遍出来之后 你大概就会发现 大概就是哪些人了 以云林的地方势力来说 我们不谈别的县市 云林的地方势力到现在 还是很强啊 他在农会系统 在水利会系统 所以 这也是为什么 我必须说 我们这四年 我们之前在处理 这个农天水利会 相关修法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非常非常大的阻力 因为你是在 对地方的利益结构 去做伸手 希望让它法治化的动作 那这个 我觉得之前豪宅案 已经很伤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只要认真赚钱 你要买房子 不会有人反对你 问题是说 这中间就是重重的问题 那现在在看到沙石案 大家就晓得 他就是台湾 唤起了台湾人传统记忆 是地方的势力 他只要跟政治有所勾结 政党相对的政党有所勾结 你可以不断的取得好处 是 OK 韩市长不断强行说 如果我有违法的话 黄国昌 黄国昌 国昌老师你来告 我常讲 当然告不了你 我们就常讲 汉纳俄兰那句话 昨天我们才讲 说不是有没有罪的问题 有没有guilty的问题 而是根本没有罪恶感的问题 没有sense of guilt的问题 政治人物不能动 我没有违法你来告 我等你告 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有罪恶感 真的不要说我脸很难看 悲哀 我一个小小 这么一个小小节目主持人 还跟一个大总统候选人讲说 什么叫做罪恶感的问题 不知道是你的悲哀 还是我杨红家的荣幸 我真的都搞不清楚 最近这个蔡玉珍小姐 就说这个韩市长 你有小三 你有什么女朋友 我点点点 等你来告 那终于告她了 这个蔡玉珍说 我有证人 我倒真的希望证人出来讲一下 我耳朵听着也听着都长简了 盲目的保护 是对弱者的慢性杀戮 我这句要送给李嘉峰小姐做一个参考 你把你跟你老公定位成2020总统 大选台湾头号的政治受虐儿 或是政治受虐夫妻 我没有意见 但是你们自己认为 你们是被保护的人的时候 我要提醒 保护他们的人 是对真正弱者的慢性杀戮 台湾的河川 台湾的山河 被多少杀什叶烂财烂肯 台湾的政治被多少的地方 政治家族把持掏空 这才是真正的弱者 这才是对弱者的慢性杀戮 跟你的自治者共勉之后